期待已久的儿童新乐园终于要正式开幕了 市长郝龙斌特别到儿童新乐园视察 并且对外公布将从12月16号正式对外营运 而全厂采游游卡消费的方式 门票只要30元 而各项游乐设施则是20和30元两种 市长郝龙斌和教育局局长 以及捷运公司总经理一行人 来到位于士林科教馆旁边的儿童新乐园 逐一参观里面的各项设施和场馆 目前正在进行营运前最后的开园准备 将以全新风貌和大家见面 儿童新乐园已经经过初刊旅刊 而且完成所有的行政程序 预计在12月16号 我们要开放对外营业 到时候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到这里来 儿童新乐园是我当初的施政政见之一 那现在马上卸任 所以这也是我卸任前送给所有台北市小朋友的一个礼物 在市场过程当中 市长特别和各局处人员以及媒体记者 体验新设计的碰碰车 并且和当地的幼稚园小朋友乘坐摩天轮 13项游乐设施和免费的游戏区 要让民众花少少的钱就能获得大大的快乐 那这13项邮局里面有5项是30元 那其他的都是20元 那当然也有办票跟优待票团体票 跟原来的额域中心的门票收费方式是一致的 我们是从早上9点到那个晚上的 到下午的5点 那星期一是休元 礼拜六跟寒假跟暑假 那它是延长营运到晚上8点 在儿童新乐园当中 还有如果儿童剧场表演厅 每天都有如果儿童剧团表演 而全场门票和游乐设施 采用游游卡消费方式 让前去游玩的大人小孩更加便利 中央台北新闻许超雄 蔡英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